蛋白质的纯化 从生物体或细胞萃取所得的容易 经过延锡可沉淀出蛋白质 去除其他生物分子 将蛋白质再回溶于缓冲液中 留进多孔性胶体微粒装填的管柱 借着各类蛋白质分子与胶体微粒间的作用不同 可将蛋白质的纯化 将蛋白质进一步分离及纯化 这种技术称为管柱层烯 管柱层烯主要有四种类型 分别是氢和力胶体管柱层烯 离子交换胶体管柱层烯 分子筛选胶体管柱层烯 输水性交互作用管柱层烯 依照纯化目的决定采用的类型及顺序 氢和力胶体管柱层烯 氢和力胶体管柱层烯 利用不同的蛋白质与胶体上特定配位基 Ligen之间的氢和力不同 而分离出特定蛋白质 氢和力来自两分子间因立体结构互补而靠近 加上分子间的静电力 氢件 凡德瓦力 及输水性交互作用 是结合紧密而专一 常见的配位组合有 抗体和抗原或含抗原的病毒或细胞 生物素Biotin 和氢核素Avidin 或裂酶氢核素Stratavidin 酵素和受质 或抑制剂或辅酶 凝极素Lectin 和糖蛋白或糖分子 带有连续六个族氨酸 HIS的片段和二价镍离子 蛋白质或核酸 和它的结合蛋白 激素和它的受体 蛋白质A和免疫球蛋白IgG 骨光甘态 Glutathione GSH 和骨光甘态S转移酶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GST等 一个当配位基石 另一个就是被纯化者 常用的配位基被厂商 接在胶体维力上 成为商品贩售 我们也可购买活化后的胶体维力 自己接上所需的配位基使用 若配位基分子小 建议先接上一个长臂 避免专一性结合时 发生立体障碍 装填管住前 先洗净管住 加入缓冲液充满底部 防止气泡 然后关闭管住 加入适量胶体 等它沉降 以两倍管住体积的缓冲液流洗 维持液面高于胶体一公分 等到流入液与流出液之PH值相等 达到平衡 关闭管住 吸掉胶体上方液体 加入蛋白质混合溶液 必要时搅拌并静置10至20分钟 增加作用机会 然后打开管住 让样本完全进入胶体 关闭管住 连通缓冲液 打开管住 再以数倍管住体积流洗 并开始收集流出液 每管收集相同体积 此时 不能与配位机结合的蛋白质 都会流出 测量每管流出液 在280奈米的吸光值 A280当作Y轴 以管束为X轴 画出层膝图谱 最后 更换成流吸液 降低氢合力 或静针结合位 以两倍管住体积流洗 就可将该特定蛋白质流洗出来 使用过的胶体用缓冲液平衡 可再生利用 降低氢合力的方法有 1.在流吸液中 提高氯化钠盐 NACL的浓度 增加离子强度 Ionic strength 降低分子间的静电力结合 2.在流吸液中 添加有机溶剂 如乙二醇 Ethylene glycol 降低水的急性 及分子间的输水性交互作用 3.在流吸液中添加尿素 Uria或盐酸瓜 Guanadine HCl 以干扰分子间原有的氢件 破坏分子间的结合 4.改变流吸液PH值 影响分子的电荷 因为碱性溶液 亦造成含流的氨基酸氧化 影响蛋白质结构 通常会使用酸性溶液 并在蛋白质流吸出来时 立刻将蛋白质溶液调回中性 竞争结合位的方法有 1.以类似配位机结构的分子 竞争与蛋白质的结合 2.以汇合配位机结合的分子 竞争与配位机的结合 氢合力胶体管住层溪的优点为 可保留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高选择性与高解析度 可处理大体肌的样品 由于氢合力胶体管住层溪的 样品体积不会影响解析度 用于纯化的前面步骤 很快就可以获得小体积 高浓度的特定蛋白质 应用方面 利用基因重组的技术 将连续6个组氨酸的片段 Histek 加在所表现的蛋白质N端或C端 然后已含有2架镍离子的 氢合力胶体IDA或NTA 进行管住层溪 就可利用结构 类似Hist的Imitazel竞针与镍离子的结合位 纯化出该表现蛋白质 同理将特定的酵素 如骨光钢钛S转移酶 GST 加在所表现的蛋白质N端或C端 然后用它的受值 骨光钢钛GSH 当配位机进行氢合力胶体管住层溪 也可纯化出该表现蛋白质 Histek分子小 对蛋白质折叠影响小 而GST分子大 对蛋白质折叠影响较大 但可增强表现蛋白质的可容性 及减少表现蛋白质的毒性 是否要用蛋白酶切除 可依照后续的实验需要决定 对蛋白质匡素 还是添加坦白质认 您 có对蛋白质 pun子 幸愿员减少uto agile 完成 儿